去年5月份台中赖姓高中生 因为继承了5亿元的遗产之后 就跟26岁下姓男子登记同姓结婚 但是没有多久就坠楼身亡 赖姓高中生的母亲认为 对方谋财害命 也对下姓男子提告了刑事杀人罪 明示婚姻无效诉讼 因为没有直接杀人的证据 检方不予起诉 而婚姻无效的部分 检方依照卫造文书起诉了下姓男子 但是下姓男子否认 经过7次开庭 台中地院在今天早上宣判 判处下姓男子一年6个月有期徒刑 不得一颗罚金 全案还可上诉 台中无意高中生坠楼案 历经了7次开庭 28号上午台中法院作出宣判 以未造文书罪 判处下姓男子一年6个月有期徒刑 当天依照监事器的相关的录影内容 以及相关证的证书内容 也没有特别亲密的这个举止 另外参考他高中生的导师 以及同学的证书 他是一个异性恋者 去年赖姓高中生满18岁高中毕业 刚继承了30多笔价值5亿的遗产 没有想到就和26岁的下姓男子 登记同性结婚 更令人意外的是几个小时后就从10楼坠楼身亡 赖姓高中生的母亲认为 下姓男子谋财害命 提告刑事的杀人罪和民事的婚姻无效 算是在这个条文里面算是相对算是比较重的惩罚 那我们当然是支持 下姓男子和赖姓高中生的母亲 双方都没有现身法庭聆听判决 但对于这样的结果 赖姓高中生母亲的律师透过电话表示支持 因为这样的判决结果会影响到究竟谁能继承五亿遗产 若两人婚姻无效成立 赖姓高中生的母亲将成为唯一继承人 而权案还可再上诉 借讲王东山台中报道